设计情报公司最满意的地方是设计师 因为最初他会陪我们一起来这间屋实地视察 因为听说有些设计师就不会的 因为我们都比较急一点 但设计师很耐性地和我们搞定 预期地加到货给我们 令我们预期地进来住 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 如果回到家有一个井井幼条 舒适爽浪的环境和家人一起生活 家庭关系一定更和谐美满 不如我们看看翠涌华亭这个900尺的单位 听下护主觉得新屋的设计如何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个客厅 它是以黑白灰衫直式为主题 为了配合户主的要求 我们在组合柜和电视场上面 都加了很多灯光的效果 令室内的感觉光亮很多 客厅左右两边有大型的组合柜 可以收藏大量物品 中间以茶几取代电视柜做连接 保留空间感之余 外形清压的家具 巧妙地利用高高低低的线条 增加了层次感 而不同位置的灯光效果 就更加添上柔和的气氛 而在设计这个组合柜的时候 亦都有计算鋼琴的位置 其实室内的房间很小 但我们很想它多放一些东西 例如书包希望有柜桶可以摆进去 而且各地方小 那些书和玩具都很想 可以有柜桶可以摆到一些东西 而它都要总货 所以我们都希望它制作电脑桌 但电脑又不可以太大 就够用就可以了 色彩方面 其实刺激师也有问我儿子 他喜欢什么蓝色 我儿子就说偏向蓝色 设计师也会顺略这件事 设计师在床尾做了一个 向高发展的衣柜 连层列色书柜 善用空间之余 再放多张电脑桌都没有压迫感 儿子的物品 都可以放入柜里面 整齐得体 既然儿子都有电脑桌 那又怎能少得护主两夫妇的工作间呢 书房运用了窗台的位置 做了一个这么大的L形嵌入式书桌 完全足够两夫妇使用 书桌和吊柜再配上镜面的设计 在视角上大大提升了空间感 至于主人房方面 设计师改动了房门的位置 再改了做烫门 善用走廊的位置 亦都更加方便出入 除了地台增加了房间的收纳空间之外 沿着床边有衣柜和层架 放些小摆设都没问题 而床头的灯光效果 为两夫妇增添了浪漫的感觉 不知道整间屋的装修过程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这间屋的设计方面 其实我们傢修的制作过程很吻水 因为在新年期间 其实是很紧张的 因为我们又要入货了 大师傅都很平薄 用了一天半时间 把所有的床、书柜、衣柜都继续好 我们都很满意 其实我们一家三口都很享受在这里居住 再次说一声也很感谢你们 而我也会带朋友来看我的房子 其实他们也有好评 我觉得他们也可以透过我这样的推介 他们应该都能够得到一间很满意的房子 将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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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